新银大师吉祥,荣师傅吉祥,宝和善吉祥,传灯会执行长,儒长法师吉祥,新马太运总主持,杰臣法师吉祥,法师们,师姑们,还有全马来西亚的我们亲家们,大家吉祥,我们是马来西亚会哲法师的爸爸妈妈, 欢迎大家来参加2021年佛官亲属献上新春大团拜 首先,我们又向大家拜年,恭喜恭喜,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的一年非常殊胜,因为我们都是佛官亲属会的会员 所以才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在云端拜年 佛官亲属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 不像一般俱乐部,只要你肯出钱,你就可以成为会员 但是又成为我们佛官亲属会的会员,就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要因缘极足,你的孩子又修了很多波罗蜜,又跟佛有缘,又跟新年大师有缘,能够在佛官山出家 那你也不用申请,就自动成为我们的member了 那时,我们就恭喜你了 欢迎你加入佛官亲属大家庭 佛官亲属会也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团体 因为当你知道,你已经成功成为会员时 你可能也会像我和泽妈妈一样 突然间,晴天霹雳,万般不舍 然后呢,就躲在房间里 偷偷痛哭了两三年 因为我们当初无知,无明 去听信那些小说里的故事 说什么孩子出家就六亲不认 我们将会失去一个孩子 说什么是因为他们看破红尘 才去落法出家 害得我们不敢面对亲狠气友 但是,有一天 你们也许也会像我们一样 当我们来到佛官山时 当每个人都叫我们爸爸妈妈时 我们又很惊喜,感到很幸福 突然间,明摆节目了 原来,我们已经成为所有佛官人的爸爸妈妈 原来孩子出家,不是失去一个孩子 而是多了千百个孩子 而且很奇怪 从你会员后 每次中秋节 新营大师就送来月饼 春节就送来新年节原品 新冠疫情爆发时 还送来口罩 其要什么帮忙时 常驻和佛官亲属们 都会自动自发的来关心协助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后悔 成为佛官亲属会的会员 也许 你最近在人间福报 有读到关于我们和 谬静妈妈的故事 2014年第一次回山时 遇到谬静法师 得知他出家15年后 和家人失去联络 后来,又因为一通电话 让我们替谬静法师找到了妈妈 使我们感慨万千 一时发愿为马来西亚的佛官亲属做点事 所以,今天才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说几句话 在这里,我要谢谢新银大师 和总助持杰臣法师 及常驻的慈悲 因为你们时时刻刻 都在关心附念着我们佛官亲属 我们也要谢谢所有马来西亚的佛官亲属们 是你们给予我们动力 是你们给予我们应援 让我们有机会 去协助总助持杰臣法师 和常驻 去关怀联系 马来西亚的佛官亲属 让我们有机会 去修一点点的福费资粮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加油 因为明天会更好 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花开四季 耕耘心田